《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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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存在一个什么呢 啥也记不住 啥也就是说 别人说了以后 自己就说 好像有的事儿吧 就是大事儿小事儿 自己就不过心 就是说 你放心 该过的你会过的 不过的肯定都不需要过 因为你很聪明的 从你几十年的社会界 有的记不住很正常 修行的人都不太 因为不关注这个世界的事了 所以慢慢他就记不住了 但是还有随着年龄 我们也健忘 没关系的 因为如果是关注在你 切身利益的 你很在乎的那件事 肯定能记住 你放心 你不会傻的 两个原因 一个是 平时以前我们 总是心里有自己的事儿 有自己的事儿的话 其实你坐在这儿 比如说 你脑子里完全 我们想着红尘的事的时候 想着自己的执着的时候 别人说啥 就不会感动 就是因为收不到心里去 那句话 永远只是在你耳朵 你觉得可怜 但是你不会感动 因为你的心不会动 不会动是因为你的心里 装着自己的东西 现在随着修修修 你自己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知道吧 别人的话就入心了 知道吧 别人的话一说 有时候很伤感 能触动你心血了 就是他是无心说的 但你伤感你就会伤怀 这个是对自己的执着解弱的一个表现 就是对自己的事没那么执着较真了 他就会出现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打坐的时候太批他 就是你这个气啊 就是不是宁神 就是不专注 专注力不够 但是坐坐坐 只是图了个舒服